近日,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一次直播中 展示了大脑被植入脑机接口设备的小猪,引发网友热议 人类大脑中真的可以植入芯片、电极等设备吗? 实际上,在医学界,往患者脑中植入电极的技术早已有应用 脑机接口简单而言就是通过一个不同的电极 据介绍,脑机接口在医学领域最常见的应用 就是对帕金森病的治疗 帕金森病虽然早期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但病情发展到中晚期后,药物效果会逐渐下降 因此,患者脑内需要通过手术植入电极芯片来进一步治疗 就是把两个电极芯片从这个额部然后放在脑内的固定的一个核团位置 然后在胸部放一个电池,我们叫脉重发生器 给予它的微电流持续的刺激 就通过这个磁场的刺激这个核团,我们叫丘脑底核,改善整个的运动症状 关羽光表示,脑机接口治疗帕金森病在1998年就已进入中国 经过2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 其安全性、精确性都非常高 现在最先进的机器人可以达到0.5毫米以下的误差率 现在的植入材料是非常好的,这一些可体内植入的材料 放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它和身体的兼容性是非常好的 鸾国民认为,相比目前应用在帕金森病上的脑机接口技术 马斯克将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进行了扩展 在大脑信号采集技术方面也更加先进 未来,脑机接口在医疗领域也可能有更广泛的运用 你像有一些病人脑袋受损伤了 昏迷了,或者说失忆了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植入芯片来重新建立起它脑的网络 来使它恢复记忆 来使它能达到我们更好的治疗 提高我们的认知和记忆的这些功能 这些都是未来我们通过脑机接口来解决的 感谢观看